寒流接地報導 不過這次就是濕冷 水氣特別多 所以冷的感覺比上次還要強烈 那麼現在有專家分析了 其實寒流一波波來不是偶然的 那麼主要是因為大西洋 一直有暖空氣入侵了北極 讓北極冷渦旋被迫往東亞來偏移 變成所謂的東亞寒流嗎 讓中國日韓跟台灣受到寒愁襲擊 山上一片雾茫茫 伴隨冷空氣進冰 氣溫持續下滑 上一波寒流才剛過 這回7號新一波寒流又來襲 是跨年的那一波寒流 或者是現在這一波的寒流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在日本韓國附近 其實是有一個非常明顯的 高空的低壓潮 也就是這個高空低壓潮 引導西伯利亞的高壓南下 影響台灣才會為我們帶來 這麼明顯低溫的狀況 現在晚上寒流報導 氣溫只剩下8度 要一路冷到9號上午 低溫加水氣 體感溫度會來到3到4度左右 不過接下來11號還有一波冷空氣接力 氣象專家臉書分析 這兩波寒流不是偶然 主要是大西洋一直有暖空氣入侵北極 北京冷渦旋被迫離開 往東亞方向偏移 所以中國東北日韓包含台灣 常受到北極冷空氣的直接侵襲 因此寒潮爆發 又濕又冷 沿海體感甚至只剩負涼度 南部可能也要特別留意 應該也都會有這種沿海空旺地區 在清晨 月天的時候應該也都會有 所以達到大概七八度以下的低溫 寒流和大陸冷氣團來勢休休 未來一周天氣幾乎都是冷冷冷 也提醒民眾出遊時務必要注意保暖 記者綜合報導